围成一个园,拍手,跺脚,打拍子,迎上传统歌谣 这些是真正的沙漠游牧民族,Gabra族 在这里,Gabra的传统似乎仍然充满活力 但其实,Gabra族也跟许多原住民族一样 面临到文化存续的危机 虽然现在仍然唱着听起来热闹,生命力十足的歌谣 Gabra族人很害怕,也很担忧 文化是否可以真的传承下去 这位生养了五个孩子的长者,下定决心 智力要让传统文化可以世代传承,生生不息 这个部落和骆驼的关系非常紧密 不只是喝骆驼奶,吃骆驼肉,也使用骆驼皮来做请聚 Gabra族原本是居住在伊索皮亚,后来移居到肯亚的北部,继续逐水草而居 他们住在东非最大的Chelby沙漠的中央 这个区域环境困苦,许多其他游牧民族都无法生存 Gabra族却在这里开枝散叶 在肯亚有42个原住民族群 其中一个称为Oromo族,又再分成几个亚族 分别是Randila族,Orma族,Borana族,以及Gabra族 不过这几个族群虽然讲同样的语言 但传统跟信仰都大不相同 身为为Gabra族人,生活是很劳力密集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任务执掌 女性负责搭造住屋 并且对家里的一切事物拥有完全的主权 男性则是在政治和司法行政上扮演积极的角色 虽然Gabra人没有专属于自己族群的年度大型庆典 Gabra族在日常生活中许多场合都会有庆祝活动 而婚礼是这个族群的传统中最重要的仪式 在热闹的庆祝过后 新婚夫妻要先在这样的围栏中生活一个月 才能搬到自己的家中 Gabra族人也是爱好和平的民族 如果要用一句话来形容Gabra族 有句Gabra族谚语可能会是最佳写照 就是一位穷人是我们所有人的耻辱 意思是Gabra族是如此乐于分享并且互相照顾 没有一位Gabra族人会挨饿 会没有牲畜或是不被热情对待 透过信仰和文化连结 再加上通婚和结盟 Gabra族要将传统价值传承给年轻一代的决心 非常坚定 文化各物表现非常丰富多彩 欢乐又着急蓬勃的Gabra族人 虽然面临现代生活的挑战 仍然努力为了他们所熟悉的传统文化而奋战 记者读习卡洛编译